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掌 今天是5月1号是劳动节 也是农历4月初一 非常欢迎大家到山上来参加复国席 在训练法会 那么也欢迎我们网路前的同修 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解除的时候 在网路前参加共修 这个复国席在37年 那么在网路前参加共修 也是更难能可贵 因为能够在网路前参加共修 也不容易 真正花心 那么才会在网路前 跟着网路来共修 所以无论到现场 在网路前共修 大家都是功德无量 那么现在这个疫情还没解除 还一直在升温 那么根据很多议员讲 也要到今年下半年 才会慢慢降下来 反合下来 我们中国古人讲 大疫不过三年 大的瘟疫大概就是三年 但是这个瘟疫过了 接着又是其他的灾难 这个瘟疫过了就没有灾难 你看现在战争 俄乌战争 打得如火如土 而且这个不是只有一个地基性的战争 国际卷入 连我们台湾都卷入 靠边站 所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处理不好 很可能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武战争 核武 那核武战争就是造成地球毁灭性的灾难 这个我们一定要觉悟 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 自己要清楚要明白 所以佛在网课 我们中国佛教试验里面 网课都有一个普贤警仲记 打佛七最后一次乡也会念普贤警仲记 就是四日已过命意水减 如少水已失有何乐 这个警测的警仲记是在太平盛世平常给我们提醒的 太平盛世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在这种太平盛世 我们人的生命 是过一天就减少一天 靠近墳墓一天 那有什么快乐呢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那不是我们黄昏 这个网课 这一首记 这个如少水已 是一般水缸的乙 每一天摇一点 每一天摇一点 一天减少一点 减少到最后没有水 乙就死了 也就是我们人的生命 一天靠近死亡 这是讲太平盛世 那过去台中联社 雪如老人 在联社给联友台市 讲到 说我们现在 在五十年前 雪如老人讲 这是 现在是原子弹的时代 那个时候讲原子弹 那现在是核子弹 比原子弹更厉害 鬼面线更大 那现在五十年前 雪如老人就讲 原子弹的时代 美苏 美国跟苏尔 冷战 互相对峙 那个时候他就这样警惕 但现在更明显 更明显 所以雪如老人讲 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样 不是乳少水 那个水缸的乙 我们现在是什么 哪里的乙呢 是放在厨房那个锅子 锅子里面那个乙 那里面有水 下面备好了彩火 我们现在呢 就放在瓦斯 瓦出流上面 那个锅子 里面有水 我们是这个锅子里面 那个鱼 下面这个火还没有点灶 我们还能在那边游来游去 好像觉得还不错 但是下面那个火一点灶啊 我们就被阻烂了 雪如老人用这个比喻 比喻 那个火是什么呢 核子弹 核子弹 那这个问题很严重 核子武器 核子弹 那么这个造恶业的人 都会 在这个大灾难当中 也就 被收走了 只有供业当中有别意 少数修缠的还能存活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时代 我们要很清楚 所以我们 敬老和尚大慈大悲 牵我们做百期细念 护国习灾 这个 减轻灾难 而且我们现在呢 供业当中修别业 别人他不相信 那我们自己修啊 这个供业当中有别业 大灾难来啊 我们也会减轻 修别业 所以大家呢来参加复国习灾三十许念百期法会啊 这个也功德无量不可实意 那么总之啊 要知道啊要动恶修缠 要念佛才是习灾的根本 念佛啊不断恶修缠啊 贪嗔痴慢还是不断起先行 所以念佛的功德都被我们的烦恼 都被我们的烦恼障碍被冻结起来 所以念佛要改心 写如老人啊 劝我们啊要改变心理了 一直读经一直读经 你心都没有改啊 无量寿经我们天天读啊 读了有没有改呢 没改 读了很俗啦 也没改 不起贪嗔痴义诸想 我心里还没有贪嗔痴啊 还会不会发脾气啊 还会不会贪心啊 还是不是医痴啊 不明事理啊 贪嗔痴慢 这烦恼有没有啊 读经要去反省 依照经佛讲的教导 去改正我们的心理行为 那才是真正修行 这样念佛啊 才会相应 如果不重新改 那么 这个 口念啊 那这个就不相应了 所以口念啊 是帮助我们改心的 这点我们要知道 所以大家来做法会 要懂得啊 我们一般读诵 唱念 就是加深我们的印象 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 那我们自己啊 要知道啊 起码 眼前要改造命运 改造命运从哪里改起呢 从自己心里改起 贪嗔痴 这个很严重的 烦恼 要改 那才能改造命运 才能往生极乐 这希望啊 我们大家共同勉励 这才是 富国习灾的根本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武功 祝大家福贵成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